有46公尺長的超長溜滑滴 只要閒暇時間就可以帶孩子來放電 照理來說你家住附近應該就是首選 但如果到了休息時間 天已經黑 但這尖叫聲 動輒超過70分貝 遠比夜間的噪音標準50分貝高出許多 一樣這座文山森林公園 成了附近居民的夢魘 平常人多的時候就是轟轟轟轟 最晚也曾經凌晨他在跟你尖叫大叫 旁邊的三四個社區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影響 一到假日公園人潮湧現 這文山森林公園啟用至今 不到一年超長滑滴 雖是最大賣點卻因為它太刺激 距離住宅區又僅12公尺遠 就算掛上告示牌 噪音問題依舊難解決 我試過來跟家長 就是說這裡是公園 不能大聲宣滑 但是大部分的就是不高興 然後我自己也遇到過一次 就是三個人就圍上來 舊怕民眾不聽勸 還為此新增遠景巡邏點 但如今住戶開過協調會 決議把滑題長度縮短一點 從開幕開始 居民就不斷地反應 未來我們還是得再繼續看看 現在的改善方式能不能夠有所幫忙 然後那後續如果真的不行 那是不是真的就要把它移植掉 多次改善 過了一年效果都有限 根本問題不怪滑梯 只怪怎麼會建在這裡 TVBHN 張家寶 麗品葉鳳梅 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